大家好,今期開箱的是黏土人 我的英雄學院,君招棟 立即訂閱玩樂劣民,第一時間接收最新影片 先看外合,正面有大大張黏土人的君招棟圖 編號是1112 背面和側面用了粉藍色,有不同官方宣傳圖 配件除了本體外,有冰和火的特效 Crash的移升池牌,另外替換表情和手 還有最下方的底座 配件十分普通和無趣味 值得一提的是,今次有附上底座用的傑冰特效 可以直接套上去重現在冰上滑行的動作 君招棟,個性半冷半炎 作為作品中第三個男主角,陽氣明顯前茅 造型沒有採用白色的初版戰鬥服 用了第二版的深藍色款 上手把握,髮型是較大進的短頭髮 臉部有圍上的疤痕 頭髮中間一分為二兩種顏色 可以見到,紅色有少少炒出界 同方髮尾無端有作出一條條的黑滑 最下面的部分太整齊了,看上有點奇怪 表情方面,第一個是普通臉 然後是戰鬥臉,眼神變得很凌厲 最後是微笑臉,但這個真是微笑 身體方面,由於穿著深藍色的戰鬥服 造型上比較平淡,沒什麼裝飾 只有白色小背心和裝著醫療用品的腰帶 背部中間有支架的洞 下半身方面同樣是深藍色搭配白色虛 鞋底有紋理 近看下兩個特效 火用了橙紅色的透明景製作 都是屍空見慣的火焰形狀 冰就是一條條小冰柱 淺白色的,呈半透明的狀態 換上冰火的特效相當簡單 好像換普通手一樣 將特效上預留的室衛插入手腕就可以了 Quest的文字耳聲磁牌用了淺藍色 有些仿切結冰的效果 火動度方面,頭能360度轉 仰視虎視角度十分小 手部能夠抬起 手肘屈曲 整條手臂轉動 手掌亦可以轉動 空和腰可以左右扭 要能夠稍作前後角度的調節 腳能夠少幅度前踢 膝頭高屈曲 後踢亦有不錯幅度 腳掌亦能夠轉動 總體而言 今次的黏土人軍招動 無論是造型還是配件 都只是普普通通缺乏吸引力 發言關係 跟同作品的黏土人相比更顯得迷你 除了對角色有愛之外 實在不太推薦這款黏土人 要是留待價錢做特價時再買 記得訂閱頻道 like 留言 share 下次開箱的影片再見